逼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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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逼 咻 叮叮叮 yo hey 大家好我是 今天看起来怎么那么凸啊 然后跟大家汇报一个事情 就是我情商店在去点了个头发 变成这个样子了 哦 因为夏天快要到了 我叫理发师给我打薄了一下 所以我现在的头发真的非常非常的碎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又是我们的美妆分享 有没有期待今天又会化什么样的妆呢 我知道你们肯定很期待 好 那我们就赶紧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最近对自己的脸部状态有点不太的有自信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呢我是画了底妆 遮瑕还打了修容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的来画眉毛的 然后我们要用的眉笔是这个 今天呢想画一个稍微粗一点的眉毛 哎呀我最近真的胖好多 就是双下不都粗了是我皮生了嘛 还是真的是胖了很多 为什么 我感觉可能是胶原蛋白的流失 随着年纪的增长 废话也变得越来越的多 这个眉笔真的是 不太习惯啊 我之前看到好像有人说这个眉笔是比较适合油皮的 就干皮的话可能会画不上去 我画眉毛真的基本上就是一只手是棉签 一只手是眉笔 画完眉毛之后呢来梳一梳 把眉头晕染的自然一些 把眉头晕染的自然一些 今天呢我们来画一个橘色的眼影 我们来先给眼皮铺个粉 眼皮有一点点的粗油 然后呢我们来选一个橘色的眼影 把它画在眼位 再带一下眼下 接下来呢我们来叠加这个 叠加一个棕色 这两个颜色都是比较常规的颜色 蛮好找的 看一下你手上的眼影还有没有类似的颜色 我比较喜欢把单色的眼影抠到一个盘里面 就会非常的方便 我们用再生一号的这个棕色 贴着睫毛根部 然后呢我们来加一点亮片 今天亮片要的是这个 它是一个 这个样子的亮片 非常的美丽 我把它涂在眼睛上 它真的非常的闪 眼下也稍微暖一点 上下呼应 真的涂上这个高光 你的眼睛就是两盏远光灯 在黑夜里 走在黑夜里 一睁眼 刷 稍微插掉一点就感觉还好 就只要你走在街上 不会刷 闪到路边的行人 现在我选了一个 酒红色的眼线 今天我想画一条很粗的眼线 有没有很粗 应该够粗了 然后我刚才又顺便夹了一下睫毛 这个 睫毛夹用到的还是无印良品的 今天我们要把睫毛刷得很长 很长 先用睫毛打底膏来刷一点 用的是这个 有棉签稍微的 把这个上面有点多的睫毛钩 把它蹭掉 下睫毛也刷一下 我这个刷头刷下睫毛真的是 非常非常困难 因为它是这样的刷头 要需要动出新细的表情才能刷到下睫毛 接下来呢 我们再取出一个 线长款的睫毛膏 来嫁接一下 我每次化妆都是一样的步骤 感觉已经没有什么好焦的了 我们这个下睫毛看起来还是 不是特别的线长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拿出一个 眼线叶笔 来画两笔 眼线叶笔好像有点 哦等等 忘记了一个很灵魂的东西 用一个这种 香槟的亮片色 画在眼头 像这样 我们就拥有了发光眼神 是不是画上了发光眼神之后呢 你的眼尖矩 你的鼻梁在视觉上就会变窄 而是前段时间 我在油管上面看到了一个叫程 非常的受用 那么我为什么突然想要整 今天要这个腮红呢 是因为我前段时间看到了 真一的这张图 哦你们可能看不清我 我之后会在这边小窗放一个 就是 它画了一个这边有雀斑的妆 然后我就 很想 试试看 画一个这种风格的妆容 没错 我们要用到一个 绝调的腮红 今天腮红 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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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扫在 这个地方 到这个地方 到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要扫得壮一点 然后我们把这个散粉刷 哦我们把这个腮红刷捏起来 呃 往 这个地方打腮红 大概是这种感觉 嘖 感觉还不够直 然后再叠加一点这个吧 要的叠加在我们刚才上的这个腮红 你看 啊 真的是很带感耶 然后我们现在 涂完腮红是这样的 放大一点 大家看得清楚 没错 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来画雀斑了 我们还是要用到这个人体才会颜料 然后这是一个棕色的 像这样点在脸上 那点上去之后呢 你 它不是还没干嘛 然后你就可以用手指 这样子去 摁压一下 哦 它晕开 然后它就会有深有浅的 啊 这是我前段时间研究出来的一个化学班的方法 就看起来会非常的自然 这种感觉 高官还是要用到这一块 KANMAKE的 我用下面的这个色 今天口红 我选了一个猪肝色的口红 这个是完美日记的 一个这样的颜色 因为我觉得雀斑妆再配一个猪肝色的口红 还蛮有那个感觉的 这个口红它是一个 那种亚光之地的 所以大家呢在化口红之前啊 要做好打底 因为我的上唇比较的薄 所以我打算给它化出去一点 我喜欢那种厚厚的嘴唇 填充完唇型之后呢 直接把这个口红 它停在嘴唇的内侧 还有嘴唇的中央 然后它有 中间深 然后两边浅的这个感觉 哦 这只色真的好有那个 就是复古的娃娃感 好 确认过眼神 这只颜色将会成为我接下来一个最爱的颜色之一 好 最喜欢的这个雀发 好了 接下来呢 我就要来考虑一下这个发型的问题了 我本来想用一个橘色的假发的 我先去戴上试试看 然后呢 我刚刚就换了一点橘色的假发 然后 把那个刘海打毛了一点 啊 牙上 沾口红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妆 妆 妆 妆容最后的效果 反正我对今天的妆容还是挺满意的 好啦 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视频的 大家内容啦 哦 大家喜欢今天的这个妆吗 快点说喜欢 再告诉我你会一件三连 好啦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